就真的不想再来一次吗 嗯 但我相信你 还是想要我的 对吗 女人香草是总裁的生活助理 这天她走进主管杨伟办公室 把一份文件放在办公桌上 看着眼前这个九龄后帅小伙 香草紧张地抓紧了衣服 杨伟的目光瞬间就被她吸引了 可想起她生活助理的身份 杨伟只能赶紧一开目光 你想干什么 怎么了 为什么每次看到我都板着个脸呢 难道你不喜欢我了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 我怎么敢喜欢你 随后杨伟又说 尽管咱俩以前确实互生好感 可现在咱俩身份不同了 你又是总裁身边的大红人 听着杨伟酸溜溜的抱怨 香草赶紧向她解释 可别听那个老东西了 太没有品位了 相比之下 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 你想和我在一起 你是不是在耍我呀 香草表示杨伟身强体壮 而总裁早就不中用了 小腿根本就站不起来 为了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 是个人都知道应该怎么选 接着又向杨伟表来 很多时候 还是很惦念你的 可杨伟却突然笑了起来 你还惦念着我 我才不信呢 少跟我来这一套 她可太了解香草这个名了 嘴里永远就没有一句实话 于是她要香草拿出证据来 不然自己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香草听完也不生气 直接一脚踩在桌子上 说你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 但我喜欢你这是确实是真的 不然今天我也不会来找你 爱信不信 但我相信你 还是想要我的 对吗 我 我 没有啊 还说没有呢 看你馋的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怎么 现在没有这个胆量了 杨伟纠结过后 表示要看看香草的诚意 香草并没有犹豫 直接放出了终极大招 这一幕看得杨伟哈喇子 都快流出来了 她当即就有些杀不住车了 但仅存的理智告诉她 必须先换个地方 不然自己的饭碗就保不住了 于是提出等下班的时候再说 毕竟现在是上班的时间 如果被总裁抓到就不好办了 你不说 我不说 他又怎么会知道呢 对 对 咱们两个人不说 没人知道 等等 我去锁门家 哎呀 傻子 我进来的时候 已经把门锁上了 这个 轻轻地 轻轻地